今天又到了店里交房租的时候了 我们是半年一交 14000块钱 上半年房东就说要涨房租的 刚好我们把店里的玻璃门换了 花了几千块钱 又修了厕所的漏水 花了几百块 然后跟他商量能不能先不涨 生意也不好做 房东好说话 没给我们涨 但是过了今年还是会涨的 到时候再跟他商量一下 少涨一点 其实像我们开按摩店 生意也不好做 毕竟只有一双手 多来一个人都坐不过来 不像开小卖部 以下进来十个人都能做到这个生意 我们基本都是靠老顾客 老顾客介绍新顾客 那自己就要有过硬的手艺 才留得住客人 像我们这条街上就有五家按摩店 竞争还是很大的 今天公公回来办理婚证 本来说去看房子 后来又说那个房子装修不好 不看了 毕竟预算不高 看上的买不起 买得起的看不上 我说只要格局好 有三房 旧一点也没事 过两年翻新一下就好了 格局好也不会费好大的工程 打一下柜子 刷下墙 换下地板 然后我公公说不想麻烦 不看 以后再说 儿子说晚上要吃手抓饼 给他煎个饼 加个鸡蛋 一点生菜 一点辣条 和番茄酱 看到和外面卖的差不多 差不多 他也好喜欢 老板就给他热一下他们中午的生菜吃 晚上他一个人吃饭 要是重新炒菜 他也吃不完 明天还要吃生菜 我晚上吃了几块生菜 天气好 我家洗衣机都要抓冒烟了 把按摩布晒起来 就去给老板送饭了 公公去乡下玩了 晚上也不回来 他说明天就要回去上班了 那就不管他了